当入学的时候有一本地女孩 她说喜欢我 然后我觉得也蛮有感觉的 然后她没有在我的身边当时 我没在你身边 你就可以这样子吗 那她跟你提分手了吗 姑娘 她根本就不让我知道 她那个时候是那样发现的 我去进那个校园网里面去 我看见有个女孩 在她每一条动态下面 她都有评论 我就觉得很蹊跷 凭一个女孩的直觉 她不可能那么单纯 所以我就加了她 然后过了两天 我看到她那个背部写的最爱的人 你让我怎么想 我当时看见那个的时候 我简直冒着都是蒙的 姑娘 你知道这事你干嘛不跟她分手啊 因为她是我的自愿 她少了一段时间 求着我 她跟我哭着喊 说让我原谅她 说她只是因为空虚了 然后有人关心她 然后我也天天地相信她 第二回呢 到了大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每次都是我主任去看她 所以我主任去看过你啊 你很爽好吗 你不要在这狡达了 行吗 然后呢 她那个时候 说原谅 说好了要来看我 我特别开心 但是她最后干嘛了 她竟然放我哥 而且放我哥 你不是因为镇守 你是因为去跟别的女人约会 你知道吗 那你不是马上要有别的 你别在急我妈 我一个人太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回家 我告诉她 学校有事我回不了 我就想跟你过原谅 但是你呢 你跟别的女人在光厂 这你怎么知道的 寒假的时候 我有个玩得好的朋友 都是包工同学 我们一块七岁 她一见到我就说 你跟那个小帅分手了没有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 你过原谅的时候在哪过呢 这么总的我就觉得奇怪 你干嘛那样的 我就逼她 她绷不住了 她跟我说 她说她有一次当商场 他们俩在一起 我不就那几天 她不 不就那几天 你不要在这儿一起狡辩 她心情不好 我就那几天 谈了一下她 别人心情不好 你就能陪她吗 如果不是我朋友 看见了你 还会告诉我吗 你现在在这儿 狡辩什么呢 我不看看你 每次前面 你都原谅我了 我就 我每次都原谅你 我就是傻子 我今天就 我不会再原谅你了 不不不 但是那个时候 你又做了一回傻子 对吧 对 我那个时候是很傻 我直接冲到她家楼上 我说你快下来 我冲到她喊 我说你原谅干嘛去了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吗 她一见我这样 发了风似的吼叫 然后她 她有点胆气了 她把我拽到这里 抓着我的手 一个进了扇她 一个进了哭 一个进了喊着求我 然后原谅她 说她对不起我 说她做错了 然后她还给我相对了 那个时候 我看着她挺有诚心的 我那个时候叫她 我说 你给那个女的打电话 告诉她你有女朋友 不要再跟她联系了 我那个时候是傻 我信了你 我以为你可以坚持下来跟我好 我以为你会痛改前非 大三的时候 她是对我挺好的 我们俩就天天联系 打电话是凭什么的 对 你认为浪地已经回头了 那个时候 我对她特别好 每个月我省下钱了 我给她200多块钱 打过去 我怕她吃不好 虽然说钱不多 但是我觉得 她可以多吃一点 我心里就舒服一点 她在外面做主持 我给她买好衣服 我希望她体面一点 在外面 后来呢 那在末的时候 那会儿老师跟我说 我有一个保人的机会 然后我放弃了 因为我们俩说过 毕了夜之后要回家 回长沙 我们要一起走到最后 然后结婚 我为了她 我放弃了很多东西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 让我失望 怎么了 你后面做了什么 到了大室的时候 她快生日了嘛 我琢磨很久很久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去看看 我很开心 然后我做 那一天来得太突然了 我来得突然 我就是那个比你惊喜 我才突然啊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你现在那样说我 你有没有良心 被狗吃了吧 我不是那天后来 向你坦白 有承认了错误吗 我再也不想相信你了 那个时候 她租了房子在外面 我给你惊喜 给你过车 我给你提着蛋糕 大老远过来 我到了里面 十二月 我给你打电话 我听到的 不是开心的声音 说让我不要上楼 让我在下面等着 等了很久你过来了 我以为你没有来啊 不是这样子吗 因为你只有那一次 给我惊喜 然后呢 然后 她过来了 然后一把把我拽 拽到场面 一个附近的 一个买茶店里面 做啥 他什么话都没 他连解释都没有解释 那个时候 我心里心心 已经明白了 他什么话没说 我哭得 私心虐费的 他没有安慰我 那个时候 我下定决心 我不想跟他 再在一起 直到毕业 我回到了长沙 我电话号码都换了 然后我参加了工作 但是他呢 又千方百计的 去问我的朋友 问来我的号码 每天应该我 打电话发信息 我那个时候 我还是无动于说 我就觉得 我不应该 再犯想下去 对对对 但是他又在 我公司留下朋友 我看你前面 都原谅我了 所以我觉得 我再也不会 那样下去了 我觉得得向你 做出最后的道具 都是我的成功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讲什么 我都不会再相信 因为你就是个骗子 我现在发现 姑娘你不说 骗你四次吗 听不着他讲了三次 对 我那个时候 被他感动了 他跟我说的是 我们结束异地恋了 他会跟我 好好在一起 好好生活 好好结婚 我相信他了 我们都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父母也见了 他那个时候 的确做得挺好的 我觉得他应该 为我改变 要不是那天 我手机没电 我拿你手机打电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回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还是在骗我 怎么了 突然缠出一个信息 上面写着 老公你在干嘛 然后翻拆一看 什么宝贝啊 我想你是那个短期 各种恶心 现在不都这样吗 网上买 现在不都这样吗 你买个快递也很轻 买快递没有喊过老公吧 就找借口吧 因为我们做主持 有些可能 比如做女大 他喊个老公 老婆 他每次都会 抱歉啊 第一我没搭档 第二我一直搞不清楚 如果不是正式的夫妻关系 为什么要有老公老婆 这件事 所以你们不用起婚 这是婚庆主持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别把什么一说主持 就是我们这些 我们不干这事行吗 前面的我承认 我确实有很多 非常对不住他 但是呢 现在这个事情 我们的彼此 都是见过爸妈 我根本就不这样 你跳了 跳了我还要更多的东西 我不想去接他你 我不想去查你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对他 其实还是真心的 我可能是人年轻 可能 我不耽识你了 那你现在跟你那个 女搭档的关系 处理的怎么样了 其实也就 只是一个好朋友吧 不是 到底是暧昧 还是好朋友 就是关系不错的那种 就无话不聊吧 前面 你跟他现在还有话聊 我理他 他不理我 我想让他 把前面的我们都 把它忘掉 然后重新开始 让他在今天现场 包括各位老师们 还有观众的面 能够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好 明白了 我特别希望你 把平时在他前面的 那个 痛苦流涕 承认错误 再献一下 看 我看你到底是什么本事 可以这样 真的 我只学过主持 没有学过表演 但是你 你不是平时挺好的吗 我平时不是演的 我是真心的老师 行吧 你们有更多的发问 你们发问吧 我跟他是无话可说了 一起走进 就比他更健 小婷啊 你幸亏没去当火车司机 否则真完蛋 小婷啊 真的蛮累 防火防盗 还要防男朋友出轨 虽然你长得真的不像 经常出轨的这么一个人呢 小婷这里我真的有两个问题 想问我 为什么你自己生活费并不多 每个月还要拿出 二百多块钱 去给自己的男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初恋 然后我 我真的很喜欢他 也就是说自己少吃一点 对 也要使他生活的 舒服一点 对 结果舒服到了 人家的鬼道上去 还有 为什么为了男朋友 你要放弃 好人 因为我跟他约好了 毕了业之后 马上就回家 然后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我一直坚信着 这样一个承诺 不愿意为他 做那一切 你的意思 但是现在我特别后悔 你真的很傻 小婷 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 你会出北四十 兄弟 你真的让我展见 小婷 在这个场合 在这个平台 我真的不能说出话 但我只能和你说一句话 某某是改不了 吃某某的 你懂的 听到你们两个故事 特别生气 人有脸 树有皮 你刚才在这边 冠冕堂皇的说什么 他给你惊喜 那我又不知道 你提前来了 人家给你惊喜 是错了吗 小婷 你还可以说 一人再戴上来说 我已经承认错 我已经承认错误了 承认错误有用吗 那三人怕 还承认错误呢 就可以给他免罪吗 我希望你不要再纠缠 小婷了 不要 利用 女孩子对你的这种感情 和她自己的善良 放了小婷 给她留一点点尊严 其实是在给你留一点点尊严 这是我要跟你说的话 然后我再跟小婷说一下 听听于力的一个小姑娘 你找什么样的条件 找不到呢 你到底喜欢她什么 能告诉我吗 有的时候 初恋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吧 因为高峰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很单纯的起来 我觉得 一个单纯的感情 然后维持了很久 我不愿意就 就这样放弃 然后你知道吗 我听完你的话 我特别心 这只是你 单方面的单纯的感情 你的这种单纯和善良 被她利用了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请一请 没关系 六年没关系 你今年二十四岁 还依然很年轻 你重新再来 也许你们之间有很多宝贵的回忆 有很多美好的 难忘的东西 这都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页 你也不用去后悔怎么样 这是你的经历 但从现在开始 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再相信她的任何话 也不要再理她了 我送你八个字 珍惜生命 远离小帅 出轨者通常只有情况下会出轨 在你和对方的生活当中缺少的浪漫 平淡了 这是一种侥幸心理 正是因为对方纵容了你 一次又一次 所以你有了侥幸心理 慢慢的呢就习惯性出轨 女孩这里头其实也有你的问题 一次又一次的原谅 或者说纵容对方出轨 是什么心态呢 第一 害怕面对失败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这是我的初恋 谁说初恋就一定会结婚走到永远呢 还有跟她一样有侥幸心理 你说最后一次 好 那我就相信你 万一你真是最后一次 但是事实证明 她真不是最后一次 所以女孩你要从内心自己去想问题 在任何事情上跌倒了没有关系 你不能在一个地儿连续跌四次 还要即将还要跌第五次 那你就真是傻 刚才那一段出来之后 我们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这一轮呢 我倒是慢慢平静 为什么总会看见这样的激情爱情 为什么总是有人数次背叛 总是有人有数次原谅 为什么每次都声色利润 到了最后依然是相拥而回 为什么 我找出了原谅 字母不是只有一种 有一种 每一次悔改都是真心 真的是真心 但每一次背叛又都是实意 其实她每一次在犯错的时候 她真的忘记 但是她在每次悔改的时候 是真心的 所以就容易造成 你每一次原谅的时候 都是憧憬 但每一次伤心的时候 也真的是形成一个恶心心怀 女人总是因为某种不甘心 而忽视了自己受到过的痛苦 那背叛的男人 每次都因为得逞 而忘记了背叛真正的罪力 结果背叛这件事 就成了件小事 人是这样的 第一次拿一刀 丢了很多血 特害怕没死 第二次再出现更大的口子 死不了 等到后无数次 喝一刀两刀三刀死 就不出事了 所以说基于上面两种原因 你们会形成一种恶心循环当中 你每次看到那虔诚的悔改 你就会认为 这次是真心悔改 第二 我真的不甘心 都五年了六年了 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 第三 应该是最后一次 一定有这样的原因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让你们自动 唤醒自己 从恶心循环当中唤醒 既然我们的话也没有用 你还是得转出来 但是周围的人会看似你们之间的关系 父母看了这节目 多多少少也会起些干预的作用 我只能说你人贫也